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主要给大家讲按需打印和一键待发的商业模式 而且它是怎么运作 那这个相信也是我们很多新手伙伴非常感兴趣的话题 那通过这种一键待发的模式 你不仅不用囤货 而且自己不用发货 那还可以卖一个自己设计的衣服或者饰品 但是前提你得有一家店铺 就是我们的一个Shopify商店 那接下来就是要找一些供应商来帮你搞定剩下的事情 那每次如果有人在你的店铺下单 那订单信息就会自动的传给供应商 供应商会把你的一个设计印在空白产品上 打包发货直到送到顾客的手中 那包裹上还会印上你的店名 当然你的产品价格里有一部分是要付给供应商的 剩下的就是你的利润 等一会儿我也会给大家推荐两个这样的一键待发按需打印的平台 那通过这种模式的好处就是你可以打造自己的品牌 开网店 但又不用花钱囤货 而且每一款产品都是有人下单了才打印 那这个就是一个纯数字的生意 你只需要点击创意 再想个办法推广你的网店就可以了 那废话不多说接下来我们就直接开始 那首先给大家推荐的第一个一键待发的平台 大家所看到的这个平台 这里呢我也会把链接放在描述栏啊 大家可以点击链接打开 跟着我一起来操纵 那么这个Pentify的话 那它呢 它可是一个按需打印和代发货领域的一个知名品牌 那它的产品价格和质量方面呢 都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这个对我们打造可持续的商业模式来说呢 是非常重要的 后面呢我会分析啊 它的一个定价策略 接下来我们就点击这里免费开始 进来之后呢 那你需要用你的Google邮箱登录一下 这里你可以选择登录 那接下来它会问到你几个问题 这里我们选择一下 你是公司还是非营业组织啊 这里呢你可以选择社交媒体 这里呢它问你的主要目标是什么 这里可以选择一个 那你的还是你的主要目标是什么 这里呢为了这里我选我只是在探索 你是如何发现这个Pentify的 你可以随意的选一个 接下来呢我们就进来了它的一个后台 那第一步呢我们需要把 Shopify和Pentify呢连接起来 那这个Pentify呢是我们要用来 供应一些空白产品 然后打印设计 那最终呢并把最终的一个产品呢 直接寄到顾客的平台 接下来我们就点击这里的一个连接 我们这里可以点击添加新商店 你可以选择连接你的一个 TikTok呀 奥尔玛呀 这些Ebay呀其他的平台啊都可以连接 那这我们选择一个Shopify 这里需要填一个我们的一个商店链接 这时候我们回到一个Shopify 这里回到我们的Shopify 点击这里一个 点击这里一个网上商店 我们点这个眼睛 OK那我们看到最上面的这个网页呢 它就是我们的一个网店链接 然后复制一下 回到Pentify把它粘贴到这个里面 OK然后这里点击连接 这连接好了 它会跳转到Shopify后台 那我们要安装一下这个应用程序 我们点击安装 安装好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还需要再登录一下 它会出现一些Pentify的一些产品 你可以在这里面挑选你喜欢的产品 那这里呢有一个产品目录 有男装女装童装 还有一些美容家居生活等等 非常的多 那如果说你喜欢这个产品呢 你可以把它上架到你这个Shopify商店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找一个产品来试一试 比如说就这个 就这个T恤吧 我们点一下 那可以看到呢 我们就在Shopify的后台 就能看到这些产品 而且呢 还可以直接在这里呢 连接好之后 我们就可以进行设计 点击这里的一个开始设计 那这里呢 它有一个自己探索 还有一个开始预览 那我们可以自己看一下 它会这里有一些 随时获取帮助指南 在这里 那这就是一件空白的衣服 接下来你可以用这个鼠标把它拖大放小 那接下来呢 可以看到这边 我们要开始我们的设计了 这边有一些简单的编辑 第一个呢 你可以上传你的图片 它支持的一些文件格式 这下面呢 像素这些大家可以看一下 第二个呢 是这里你可以用AI帮你生成 那再往下呢 是一个你可以填一些添加文本 这下面呢 是你使用过的一些图片 再往下呢 是一些图形 可以看到 一些带有字母的图形 你可以把它添加到你的衣服上面去 那它就自动添加上去了 我这里先测回 那这边呢 是一些衣服的颜色选择 选择一个 它的有多个颜色可以选 这里面可以看一下 选好之后点这个返回键 那现在呢 如果说你没有灵感的话 你可以不知道要上传一个什么设计 你可以用AI来帮忙 这儿呢 我用的是一个Chat GPT-4 它可以直接帮我画图 可以让你画各种各样的图 比如说让它帮我画一朵花 大家有了AI之后呢 其实画图也非常的简单 你想要什么创意的话 你想要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你就直接跟它说就可以了 画好的图呢 这里你可以进行一个下载 你也可以用Mijerly 或者Lealado来会图 那接下来回到我们的这个页面 我们点击这里一个上传按钮 点击我的设备 再比如说我要把这个女孩 给他上传上来 图片呢就已经到衣服上面来了 你的一个设计 我们可以把它放大 可以把女孩放到正中间 OK 那这样一个设计呢 就做好了 那设计正面的同时呢 有的朋友可能他 我还想把背面也设计一下 你可以点这个按钮 那这是背面 你也可以同样上传你的图片 比如说在后面 我想上传一个帅哥 或者美女都是可以的啊 这图片一定要拉大 那你想要正着放 斜着放 那都可以啊 你觉得怎么好看 就怎么来 OK 那完成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两面的一个效果 你可以给它放大看 也可以给它缩小看 那么我们的设计做好之后呢 我们就直接点击下面的一个保存 那可以看到啊 我们的第一个商品 就已经设计好了 你可以点击这里来 继续发布 那刚才我们发布成功之后呢 那接下来就可以在我的产品里面可以看到 那这个是我们刚才设计的一个产品 那这里你可以勾选一下 直接点击一个发表 点击好发布之后呢 这里呢 它还会让你填一些运输方式 下面这些定价的话 你自己还需要修改一下 那这下面呢 还有一些产品系列这些啊 你要选到你的一个 哪一个系列里面呢 这里你可以填一下 点击这个发布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第二款按需打印的平台 那它的名字呢 就叫Kello 这个平台呢 还是专门做各种设计的 可以看到它里面的设计非常的丰富 不管什么样的图案 你不管你要把它设计到任何产品上面都可以 你是什么香水啊 或者说杯子啊 任意的一些都可以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使用 那你这里任意点一个产品啊 比如说这里我再选一个T恤吧 那这些呢 它会给你提供很多图案啊 让你有一些灵感 可以看到这些呢 都是它里面的一些图案 那你这里可以随意的点一个啊 比如说这个我点进来 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创作了 这里面的每一个地方呢 都可以修改 可以看到 你选中的每一个地方呢 它都可以进行更改 你可以改变这边呢 你可以改变它的一个显示的一个样子啊 可以看一下 那这里你可以进行一个修改 你想让它怎么放 它就怎么放 那这个图案的颜色呢 这里呢 你也可以改 比如说我想换个颜色啊 这里你可以点击 这颜色都可以换 下面的字体同样也是可以改的 根据自己的一个眼光来进行设计 那这边呢 它还可以进行一个更改 这里有我的项目啊 你创建的一些东西呢 在这里就能看到 这里呢是一个模板 这里面有非常多的模板 比如说我想换一个 那你就可以直接换一个 这儿还有一个元素 你如果说还想加一些元素也是可以的 比如说我加一个这个在上面 它在上面又添加了一个元素啊 这儿我们可以把它缩小一点 你可以让这个图片更丰富 那这里呢 你还可以上传一个图片啊 上传你自己生成的一个图片 我们点击这个加号进行上传 比如说这个鱼 那这个猫 那我想把这个猫也给它放进去 你可以把它缩小一点 放在某一个角落里面啊 你认为就看个人的眼光 这边呢 这边呢还有一个图片 这里面呢 还有一些图片可以选啊 这个设计的话 它会更加的一个多样化 比起一个Pentify 这个的话你的设计 你可以打开你的思维来进行一个设计 它没有什么局限 这里还有一个纹理 比如说你可以调整它的一个纹理 比如说想让它有一个这种感觉 这下面可以看到它有好几个颜色啊 这里呢也是有一个涂层的一个更改啊 可以看到这个符针呢 非常的专业啊 我们新手小白 你都可以进行一个拖 一个拽 一个修改颜色 你就能设计出你自己的一个风格 你想修改哪一个涂层呢 在这里呢 你可以直接点哪一个涂层 每一个涂层都有的 如果说有的时候你改不动 那么你就必须要来把这里涂层 这里要来点中它的涂层 才能进行一个更改 这就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放在产品上的一个效果 点击这个按钮 那这里呢 你就可以看到它显示在各个不同产品上面的一个效果 那这个呢 它是显示在一个杯子上面的 这个呢 你可以给它作为一个背景 看到没有啊 一个背景墙 你可以把它再放大一点 把它放到这里 这个效果也是非常的不错的 那你也可以看到它在衣服上面的一个效果 那这个呢 在衣服上的一个感觉啊 这里同样你也可以把它拉大 这个 OK 这个效果非常的不错 任意产品上面呢 你都可以放上你的一个设计啊 包括你给它放在一个手提袋上面 这就是一个个性化的一个设置啊 自己的一个设计 也可以放在枕头上面 非常的不错 喜欢这个 你喜欢这个设计的话 你直接点击这个 下载模型 那有了设计 有了这个啊 我们想要做出一些创意性的产品呢 就变得非常的轻松了 甚至我们都可以不用囤货啊 直接呢 一键代发 做出一些有创意 有品牌的一些产品出来 那这里我用到的两个平台的 两个平台的链接呢 我都会放在描述 然后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那今天呢 郁金香的课程呢 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如果说你也对一个跨境链商感兴趣的话 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那你还可以观看我的其他视频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